一个女人上厕所突然爆肛 大量虫子从体内倾盘而出 看到我只干两大碗米饭 专家捞回去经过见底 这些虫子属于铁线虫 一般是通过肛门或者嘴巴寄生在人身上 一旦惊人的体内 铁线虫会在短时间内吸干人体水分 中招的人都会口可难耐 从而刺激宿主的大脑跳入水中 直到淹死为止 韩国一夜之间就死了十万多人 看着我直呼过眼 故事从这个稀巴随地大小便说是 这火里一半不小心就掉进了水里 当他起来时 在河边发现了一具浮尸 托伯勒很快就封锁现场 法医尸检师发现了一场 虽然死者溺水身亡 但体内的水分全部流失 变成一具干尸 警方初步得出结论是抛尸案 还没来得及调查 到了黄昏时分 几个工地佬在桥下又发现几具尸体 而且上游不断有尸体飘下来 事情还没结束 第二天有警员小帅负责带队 到上游调查情况和守护现场 可见小帅也是很负责任的 为了看守现场就连过夜都在车里睡 可当他熟睡时 有人不停地从车前走过 到了第二天早上 小帅想下车方便 但他面前的场景让他瞬间没了尿液 天哪 一夜之间河里又多了很多尸体 不仅如此 就连附近的河雨也出现了这种情况 不到两天时间 死亡人数就高达上千名 警方忙得不可开交 事件瞬间轰动了整个韩国 能道理来说这么浅的水是不可能淹死人的 专家马上调查了水质 也并没发现任何有害成分 但福伯勒调查发现 这些人死前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他们在死前都出现了严重食欲不振 而且表现极度干扰 这时 警方收到报案有个市民死在自家浴缸里 福伯勒到现场后发现浴缸里有好多虫子 于是捞回去经过专家建议 他们终于确定了人们的死因 是铁线虫 专家解释这些铁线虫通常存在于昆虫体内 依靠吸收宿主的营养快速生长 从而导致宿主口渴难耐 刺激宿主的大脑神经 让宿主跳入水中 然后线虫就会脱离宿主的身体回到水中 这就是铁线虫的生存方式 但一般是寄生在昆虫的体内 没出现过寄生在人身上 专家推测铁线虫有可能发生了变异 通过口腔和肛门进入人的体内 医生也很快从水中发现了很多铁线虫的诱卵 媒体很快报道了专家的话 将这片区域的自来水全部停止供应 并发出了警告 女儿和儿子也出现了症状 为了阻止他们跑出去 阿伟手脚并死死抓住妻子和孩子 这才勉强度过了第一波发饼期 此时外面的人一个接一个的往水里跳 包括游泳池 溪流 河流 甚至路边的鱼缸 仅仅一天晚上死亡人数迅速飙升 又丧失了几千条人命 第二天阿伟带着妻子和孩子去医院治疗 但医院已经人满为患了 全国确诊人数已达到了十万以上 专家们开始研究这种变异的铁线虫 发现铁线虫吸附在宿主的小肠中 吸收大量的营养和水分 有专家建议 患者可以尝试和杀虫剂来杀死铁线虫 但很快就被打理了 有些人相信了这种听起来不靠谱的建议 有一段时间 大量的病人因为喝了杀虫剂不久就会口吐黄沫 挣扎着在痛苦中死去 无奈之下 韩国政府不得不在电视上提醒人们禁止服用杀虫剂 还警告市民远离水源 有关部门将患者集中在收容所 并封闭所有公共水域 防止有人跳河自伤 医院里经人满为患 但他们根本无法得到有效的治疗 这是一个老头找到了小帅 说在前几天一个深夜 老人看到一群人 把几只病狗放进小溪里 然后仓促离开了 病狗很快就溺水而死 老人简单地以为只是几只病狗 为了不影响夏季来这里游玩的旅客 所以他把病狗的尸体偷偷处理掉 并没有向警方报案 谁知道会导致这场悲剧 随着确诊人数高达一百万人 甚至还在快速上升的时候 一个好消息传来了 医院里有位患者在家里服用了999排驱虫剂 竟然康复了 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这种药已经报道 满城的人都在寻找这种药 但这种药早在十个月前就停产了 现在买医荷要比登天还难 政府部门马上找到制药厂家 但对方称库存是有的 可就是不愿意提供给政府 一开口就要四万韩元一盒 从两毛钱一颗的药 瞬间变成一万块一颗 但问题是还买不到 男主阿伟之前是在药厂上班的 踏脱关系终于买到了一盒 但在他临走时 看到路边的孩子很可怜 于是就给了他们一颗 却被旁边的人群看到 瞬间一拥而上冲了上来开墙 看到阿伟手上的救命药丸 所有的人都失去了理智 最后药丸被踩成粉末 阿伟躺在地上绝望地哭了下来 他后悔了 孩子在电话里的哭声 让他心如刀脚 晚上 整个隔离区的人像疯了一样找水源 人们开始疯狂翻出围墙 像丧尸一样开始到处寻找水源 这名男子把车停在桥边 下车后毫不犹豫地翻过围栏跳了下来 重重地掉进了河里 而河的另一边也有大量的感人者在往水里跳 场面一度失控 到了第二天 工作人员又是开开心心捞尸体的一天 这时 警员小帅抓了一个药厂的股东 在小黑屋审问 经过一番严刑拷问 终于得知了事情的真相 原来这些都是个阴谋 在男人口中得知 原来那家制药厂即将要倒闭 于是为了赚钱 他们进行了一个高密箱 他们聘请研究员来不养出变种铁线虫 还研发了大量特效药 然后把铁线虫寄生在狗身上 把带有寄生虫的狗放在河里 就这样 一条铁线虫可以排下上十万又乱 于是大量的人在河里游泳 还有喝了这边区域的自来水也会中招 他们就为了赚点钱害死了几万人 但现在幕后黑手拿不到想要的金额 就是咬着特效要不放 现在隔离区的人也到了最后一个阶段 阿伟的老婆翠花拿起水桶 疯狂地往嘴里灌 还好一个女人出来阻止了她 抱着翠花说别忘了你还有两个孩子 听到这话后她才慢慢恢复了点意识 但口渴难耐的她又看向了天花板的消防栓 她幻想着消防栓不停地在喷水 忍不住地抿着舌头 但为了两个孩子 她还是控制住了自己 但这时 她突然看见一个女人朝着消防栓开关走去 翠花知道打开后的后果 于是迅速拦住了那个女人 隔离区的人也到了最后一个阶段 就算没有水虫子也会在体内钻出来 另一边 绝望的阿伟突然想起一件事 她曾经用驱虫剂的原料脂肪酸制作出肥皂 还把原料推销给了肥皂厂的老板 她想到现在肥皂厂可能还有原料 于是她迅速开车冲进肥皂厂 打开没发现原料真的还在 最后 在大家的努力下 阿伟拉着原料顺利来到一家制药厂 生产线很快开始大规模生产 特效很快就出现了 事情终于迎来了转机 阿伟与家人终于团聚在一起 事后政府部门很快把制造的特效 送往全国各地 免费分发给市民 令人陆陆续续的排队领药 承受恢复了以往的瓶颈 最终那些黑心药厂的代表 也即将迎来法律的严惩 最终都怕了三年以上有期徒刑